娜渣是中国民间传说的人物 而他也曾经出现过 在西游记、风神演义等等的文学作品里面 民间会称呼娜渣做三太子 而他也有中坛元帅之称 相传娜渣是出身于商代 是陈塘关总兵李正第三个儿子 传说李夫人怀胎了三年 之后就删了个玉球出来 而这个玉球还会飞 李正心想这个一定是妖怪 所以就决定用剑把玉球砍开 谁知里面竟然有一个身穿着红肚兜 而右手就拿着乾坤圈的小朋友 这个就是娜渣 娜渣在他小时候 曾经在东海和龙皇三太子发生冲突 接着不单将三太子杀死了 而且还将他的龙根挑断了 之后他又误用神功 将石鸡娘娘的儿子杀死了 娜渣自知犯下离天大罪 为了不要和及家人 所以他就决定削骨还腐削肉还母 之后幸好有西方的细尊用莲花 和金丹帮他重生 自此娜渣就决定痛改前悲 为人间广作善事收服妖魔 《雷神》也称呼为雷公雷斯 在一些小说里面称呼为雷镇子 其实他就是中国古代传说里面的施雷之神 中国人对于雷殿的崇拜 由上古的时候已经开始了 古代文学作品《山海经》 也有多处记载有关于雷神 里面是这样形容的 说他龙生而人头古其福 是一个半人半瘦的形象 之后雷神的形象也有不同的转变 《守神记》里面形容他为 貌此离后木如镜 内地一些专门供奉雷神的妙语 到现在都在用这个形象 雷神的职责当然是关于雷电 但在先秦两看之后 也有一个情恶善扬的意思 因为古代的人民认为行雷是天路之音 所以雷神就是上天的代言人 他是专门负责执行刑罚 主持公义 击退犯上阴过的罪人 有时候我们看电视会听到 你做那么多阴质事 小心被雷劈 就是这个意思